因果报应如影随形 种下恶因 你想逃都逃不掉 只有慢慢等果到来 所以不要去恨别人 果报综归会来的 因为这不是你能决定的 要远离恶因 凡不是实善 都要远离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你看到这个人不正 就要远离他 师父还说 如果这个人讲话不三不四 你听了就会中阴 教恶朋友得恶果 教善良的朋友得善果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 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女儿今年七岁 以前都是我帮她做功课 后来她自己愿意念经 就让她每天自己做自己的功课 也挺听话 每天都能按时完成功课 后来有一天 女儿后背起了好多软油 有时候特别痒 而且还会越挠越多 我就跟女儿说 你做功课也好一段时间了 我教你念小房子吧 女儿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念小房子必须念 李佛大唱悔文 刚开始不会念 她自己急得哭 我就慢慢教她 有一个星期左右就念熟了 现在念得很认真 也特别熟 真的很感恩菩萨 就先让她自己给自己的要经者 念二十一张小房子 这二十一张小房子 是女儿自己念的 我没帮她念 也没替她许愿 只是教她应该怎么做 二十一张念完后 就基本完全好了 真的感恩菩萨妈妈 现在 女儿每天自己做功课 一天能坚持念一张小房子 真的很发喜 在此感恩菩萨妈妈保佑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们 未来愿与师兄们不离不弃 一起进步不退转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师而复得的严禁 感恩释迦牟尼佛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祝福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圣诞节期间 和先生一起去买了太阳镜 当时付好款 店员放进眼镜盒 连同袋子一起交给了我 出了店门 先生说 放他包里 以免放手 回到家一看 只剩一个纸盒子 里面是空的 先生也想不起 到底是哪里搞丢 他说 再回去找找 可能包里拿东西时 掉出来了 他出门时 我念了二十一遍 消灾吉祥神咒 二十一遍解节咒 二十一遍准提神咒 并在师父的博客 现身说法 没想到 眼镜 竟在店里 营业员当时装进盒子 一起放进纸盒 再放袋子 交给我的 很神奇 菩萨 无时无刻 不再关心众生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慈父 感恩师兄们 分享亲身经历 今天在回家的路上 自己说了 不如理不如法的话 手上小部分皮肤 呈白色的 下午五点左右回到家 自己和菩萨许愿 念一遍理佛大忏悔文 忏悔刚才说的 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许愿两张小房子 请菩萨保佑皮肤好 快到六点上香时 皮肤就好了 菩萨非常慈悲 还没在佛台前许愿 皮肤就好了 菩萨是非常非常慈悲 菩萨有求必应 感恩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简单的分享下 老父亲病了 由于他年龄大了 有哮喘 正好是三六九节 打电话的时候 老母亲说 他快走了 脸色辫紫 缺氧 我听闻后 赶紧帮他 许愿放生一千两百条鱼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救度他 一夜后就慢慢恢复了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我们只要医治师父的开示 五大法宝 许愿念经 放生 学习白话佛法 大忏悔 踏踏实实地修 菩萨一定会慈悲保佑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想拥有智慧 要懂得三果 第一果 是思维必须得到 第二果 是语言和限 第三 人要行得正 行为要公正 有一个村庄 在沙漠地带 感激进城 必须经过这一段 沙漠 本村的人都常常的迷路 想到沙漠中 插上的树枝 荒芜的沙漠 你就能看清的路 但是常有风沙 让那里的人 望而却步 所以 村庄的人告诉大家 当你们走过这段 沙漠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把树枝 拔高一点 因为让别人 还能看得清路 有一个做生意的人 经过这个地方 他很自私 他不听别人劝告 他想 反正 我已经走过去了 所以 我也不会再回来 所以我就 懒得把树枝 往上拔 但当商人 走到一半 突然 黄蜂扬起灰沙 遮住了半天 天色已晚 他只有回春去 但是 他已经找不到 被婚纱 埋没的树枝了 他悔恨已晚 饥寒交迫 最后 就死在了 沙漠里 倘若一个人的心里 永不下一条路 留给别人的路 那他就是 注定了 断绝了 自己的后路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 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因缘果报 无有错 长生忏悔 私己过 执着过错 必惹祸 开悟见性 明因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